先考上一所好的大学,再按部就班的工作,这是成都人蒋家继高中时的人生规划。 但20年时光流过,37岁的蒋家继经验成长为中国西部战区空军航空兵牟旅旅长。 不久前,他还作为空军实战化创新战法的优秀代表,成为中国100名改革先锋中最年轻的一位。 2011年,蒋家继参加中国空军首次组织的对抗空战检验性考核,战胜所有一对一对手, 取得单场42比0的优异成绩,荣获象征中国空军飞行员最高荣誉的金头盔奖。 之后几年,他有两夺金头盔奖,成为中国空军首个三夺金头盔奖的飞行员。 蒋家继的成绩至今无人超越。 除此之外,蒋家继还带领部队出色完成东海防空识别区管控等重大军事任务, 创造三代机部队首次整舰制入葬诸训,首次实弹训练,首次进驻集组织战斗升空等多个空军第一, 荣获始至打赢的模范飞行员荣誉称号,众多荣誉加深,蒋家继从不因此骄傲自满。 近日,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荣誉是归功于集体,而不是属于个人。 将对于改革开放来讲,我们奉献和付出可能跟前辈比差得太远。 我们更多的是一个红利的享受到改革开放带的成果,然后才有了今天。 然后对我个人而言,我认为他这个荣誉也不可能是因为我自己, 是我们这个集体在空军实战化训练当中做出的一些成绩。 从蓝天厨英到尖刀飞行员,一路走来,蒋家继除了在技术战法上不断创新, 还对飞行员的培养积累经验和方法。 到目前为止,其实飞行员第一个你要做的, 就是你要把他这种血性和担当激发出来。 第二个就是你要给他创造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训练的环境。 让飞行员就是在训练当中就感受到这四个实战化。 所以说我在训练当中我特别提上,就是要比输赢。 飞行员当中就是要排出一二三。 第三个就是你要去帮他解决一些生活上的利所能及的, 帮飞行员解决一些排油解烂, 协调各种琐碎的事儿,处理好内外部关系。 包括这个社会也是一样,对他一种认可和支持。 这样的话,他们才能全身心的投入到训练当中去。 在训练中,蒋家继是一位一丝不苟的铁血运汉。 生活中,他喜欢阅读,喜欢运动, 和所有人一样对家乡充满了依恋之情。 特别是涉及到小时候生活的地方, 我没法说普通话。 成都的生活还是更加悠闲一点。 不管我走到哪儿,最后我定居, 我肯定会回成都来定居。 谈起蒋家继,不得不提到他的创新精神。 作为一名优秀的战斗机飞行员, 他始终瞄准实战创新战法训练, 研究摸索出20多套实在管用的战术战法。 他告诉记者,成绩和荣誉让他更有动力做得更好, 他要把自己的经验分享给更多年轻飞行员, 让更多精英壮大整个团队。 获得这个荣誉以后, 其实从我个人来讲, 我只能说是压力很大, 然后从点滴开始吧, 只能说是绝尽全力做得比以前更好, 把我的一些东西传导给我们年轻的飞行员, 把我们的整个团队带得更强。 所以因为我们未来战争不可能是靠某个人来取胜, 肯定是一个团队, 让我们每一名飞行员都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经营飞行员。 感谢观看